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 一直走到今天 由零开始从来都不容易 五十年前 一伴对香港娱乐事业发展 有软健、勇气和承担的同路人 约定出发 编织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娱乐梦 意气风发又群拆群力 吸引了更多的追梦人加入 这个梦工场一步一脚印 走出一条属于香港人的星光大道 同时更带领华人电视文化 走得更阔更远 圣降汇聚、饿款藏龙 我们先后培育出 接近一万个优秀表演人才 一批由一批敏感又出色的幕前精英 散落在繁花似感的娱乐世界 各自精彩 转眼已经半个世纪 这里制造过的明星 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娱乐发展 今天身火相传 初心不变 TVB会继续为歌、影视不同范畴 制造黄金机会 培育一代又一代 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演艺接班人 对于幕前 这个梦工场是公形的巨星遥难 而幕后这里同样有精英辈出 成立之始 我们锐意要成为同业的先驱 并且为香港创意工业 殿下重要根基 同时在这里更汇聚了一众有信心 有魄力而且出类拔萃的年轻创作及制作人 以新思维、新方向 推动电视业巨轮 不停向前以电视为生、以电视为荣 为全球华人观众带来数之不尽的 精彩娱乐作品 过去半世纪 有接近五万个台前幕后 攜手一点一滴 合力打造出这个影响世界华人文化的 电视王国 地方虽小,志气很大 今晚这个甘熙年度压续成典 我们希望能够向过去五十年 每一位曾经为这个梦工场 付出过努力和汗水的台前幕后 致以最高敬意 全恩为你们 成就了TVB这个辉煌传奇 50周年光辉大奖属于整个团队 我们今晚非常荣幸 在台前和幕后都请了一位代表领奖 幕后的就是可以说是开台的功臣 他分别是在1966年 在TVB我们的办公室 还在歌和老街的时候 他开创了一个工程部 积极筹备 由TVB的总工程师到现在 就是首席顾问 五十多年来 没有间断地为TVB付出的 罗仲炳先生 而另一位 就是入行五十年 在1971年就加盟 TVB至如今 TVB我们的电堂台主汪明泉小姐 现在有请两位出场 欢迎两位 首先请罗仲炳先生代表幕后的同事 和我们说几句说话 各位 我好 荣幸可以代表TVB 所有幕后的同事 接受这个光辉大奖 TVB在六七年开台 其实我在1966年 已经是加入公司 可以说是看着这间公司的出生 跟着我们发展 由广播道发展到清水湾 今天就在这里 将军澳电视城 我们历年这么多位幕后同事 和公司一起成长 一起打仗 讲起打仗 我的印象还是很深 因为是1977年的时候 当时电视发展 是可以说是最蓬勃的时候 这场仗最后我们赢了 是因为全公司上下一心 的拼搏 我就是叫做TVB精神 亦都是TVB的秘密武器 今天都是 多谢公司 经常给机会幕后 员工发挥 也好接受我们的意见 令到我们有机会 共同创造了 很多成功的项目 很开心公司今天 颁发这个光辉大奖 给我们曾经为公司努力的同事 证明我们的努力 是得到公司的认同 得到公司的赞赏 多谢 多谢罗先生 现在有请汪明荃小姐 代表所有幕前的同事 跟我们说几句话 谢谢 这个奖很特别 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奖 很感谢TVB重视人才 而我觉得很荣幸 是可以代表TVB 过去五十年来 每一位参与的艺员 去取得这个奖 代表大家 我是1971年 加入TVB 在四十七年来 我真的看到 接近一万名的艺员 在这里出现 他们很多现在 已经是国际巨星 有些继续在演艺圈打拼 有些很可惜离开了我们 但是众多的是 有很多新面孔 继续在这里接棒 为电视行业工作 我们每一位都在TVB付出了很多努力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做戏也好 做节目也好 最重要是对得住观众 所以在座每一位的同事 对于拿到这个奖 都是实至名贵的 作为一个艺人 我很感激TVB 这里就是一座少林子 给我们机会去学 去做 去演 去发挥 但同时我亦希望大家 不仅是要做好本分 还要不断增值 现在我们面对的电视行业 在一个更大的市场 和一个更加日新月宜的网络时代 TVB要继续带领整个行业 就需要我们台前幕后 团结一致 装备自己 而且要配合公司的发展 一起去打这一场仗 在这里我再次代表50年来的艺人 冲心感激公司 以这个奖去表达对我们的肯定 同时我也希望公司 会好好珍惜我们每一位 虽然我们每个都很薄 很熬得 不过如果公司的薪金可以多加一点 好… 休息的时间多一点 好… 关心多一点 好… 山头文化少一点 好… 一定可以发挖 以及挽留到更多的人才 好… 我们亦会士气更加开心 更加高涨 好…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跟大家说 我是来自TVB 好… 希望我们台前幕后上下一心 全力以赴 为TVB创造更精彩的第二个50年 多谢 多谢 谢谢大家